Hello 大家好 我给大家把松苏籽煮上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回来得找 把松苏籽煮上 我告诉大家怎么煮 其实很简单 用水 盐 花椒 大料 割水煮就行 煮完了浸泡几个小时 第二天就能够吃了 让大家看看 看这就焖灌 准备点清水 把这些往里倒就行 松苏籽往里倒就可以了 看 直接往里倒就行 一会儿搁点花椒 大料鲜盐 这个水一煮 煮个二来分钟它就熟了 多煮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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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扔到外边去 如果怕怕可以扔到外边去 多煮一些 就煮这些 别小煮了 就煮这些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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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花椒八角 不是那是那个八角大料 这是花椒 因为这个吧 它松柱子吧 本来松柱油的味很大 多放点调料 再放点盐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盖上盖 盖上锅盖 这么煮就可以了 煮二十分钟半小时就可以 就泡一泡几个小时 泡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松柱子都煮好了 这些 哎呀特别的好吃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 拿给我们同学吃 你看吃 他们是不是这里的人 嗯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克这松柱子 他们以为克这松柱子的小头呢 哎 这也不是在我们这长大的人 还真不会克这个 你看 它分大小头 这松柱子 有的人就以咱们克克那个那个瓜子吧 是克小头 而是我们这个松柱子一定要克大头 包括俄罗斯的松柱子也是一个克大头 看 这么是 我们克大头 一克 这个 一吊过来 一拿掉就行 你看 克大头 哎呀一吊过来 就就那啥了 其实很好克 克克大头 咬大头 哎 完了 用舌头 看 这样出来 这松柱子吧 比那俄罗斯的松柱子小 比它那个香 就在市场的价格这个也是比那个贵的 就非常有营养 松柱子是纯野生的 在我们家乡的山上 小松鼠和熊 是 这是他们最好的食物 就是 这个松柱子呢 在我们家乡是三年一小收 五年一大收 这个就特别特别好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东西长大的 像那个 比我们这个地区往南一点都是吃那个瓜子长大的 我们小时候是吃这个长大的 非常怀念这个东西 一件这个东西都特别轻 好了 这期视频就播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 语问家点赞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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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